好,那我们这一大节呢 就讲一下其他设计模式 什么叫其他设计模式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了好多设计模式 大家讲过八九种 都是很详细的讲的 因为它也有比较经典的应用场景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列为 特别重要的设计模式 特别常用的设计模式 就是你在日常工作中会经常用到 另外呢是你在学习框架的时候呢 会经常学到 另外是你在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呢 要经常模仿到 这些我们作为重要的设计模式 其他的设计模式呢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我们不会那么的详细去讲 OK,首先我们讲一下 约级的画片依据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设计模式的描解方式 最后呢我们看看 这个所谓的其他设计模式 到底有哪些设计模式 画片依据呢 第一个是它不常用 或者说它对应不到 经典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有些设计模式 是我们根本就平常在前端 基本上越来不到的 就是因为GS或者说前端 它的应用场景和后端的Java 这类的语言 它不是很相似 肯定不一样 不是说不是很相似 就完全不一样 肯定是有一些不常用的 这个很正常 另外呢就是说 这些设计模式啊 可能是看似很常用 但是呢你又想不出 它在哪用 这种的设计模式 是什么情况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些设计模式 是在业务中比较常用的 它得依托于某一个业务 某一个功能 那我们这个教程呢 又没法去针对一个设计模式 去展开讲很多的功能 做一个实战 这样的话就有点宣明夺主了 所以说在这一大节 我们会讲一些设计模式 它不是很常用的 但是呢我们也会去解释 也会给大家去讲明白 以便呢让大家在 接下来的应用中 如果用到了 至少是能有这个意识去弄 解释方式呢 就是我们直接代码演示 说明该设计模式的目的和用意 就是直接代码演示 肯定是最直接最直观的 然后我们不再去画原本类图了 因为这个类图啊 已经画过很多很多次了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 我理解啊 大家应该是听烦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 针对这些不常用的设计模式 我们就没必要再去来这一套 好有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 创建型的设计模式里面呢 我们会讲一下原型模式 然后结构型呢 我们会讲桥接模式 组合模式 想员模式 行为型呢 我们会讲策略模式 模板方法模式 实在链模式 以及命令模式 备忘录模式 中介者模式 还有访问器模式和解释器模式 这些呢 看似比较多 但是 它有一些是很好理解的 有一些是 我们在业务中常用 但是 我们现在如果作为例子来讲呢 可能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应用场景 然后那个 有一些设计模式 像解释器模式 基本上就是前端 基本用不到的一些设计模式 很少有场景能用到 所以说我们这样就不会再展开讲 好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知道设计模式 肯定是有一个主次分明的一个优先级 这对我们前端来说 我们一开始讲的 几种设计模式 详细讲的 就是特别常用的 不管你在实际的工作中 还是在学习中 还是在应对面试的时候 这些都是要特别重点的掌握的 另外一些就是 在这里面的其中的一些 包括刚才上两页 讲的创建型和组合型的设计模式里面 它不是很常用 但是呢 我们要解释它是什么 以便以后用到 另外一些像这个解释器模式 基本上在前端基本用不大 所以说我们就不再来讲 谢谢大家